雖然我是被告 同時我也是醫師 我所講的話法官完全不採信 一審的法官是採信醫審會的 二審的法官是自己想的 那這個鑑定報告回來 就如同我在地檢署回一審的時候 我該說的我都說了 事實就是這樣 在法院我講什麼話沒有人理我 這種醫療案件的審理其實是很專業的 一般醫學院的學生都要讀六年 然後還要經過五年的醫院的事務經驗 所以法官一般這種要接種鑑定 就是要專業的鑑定 醫療鑑定機構來鑑定 才要幫我去判斷 今天如果被告是醫生的話 當然法官其實是中立客官的 那還是要看證據說話的 那今天如果醫生是被告 當然那相對一方一定是一般的民眾 就是他所謂的被害 那這些醫生他到底在治療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違反醫療常規 或者說他真的有過失 這個還是要靠專業鑑定 那目前我們台灣最比較權威的就是 行政委會福部的那個醫事審議委員會 這個是最專業的機構 也是最具有那個權威的那個意見 那通常法官都會尊重他們鑑定的結果 那司法院其實就辦醫療的法官 當然各地方法院大概都設有醫療專程 那這些專程的法官每年都要定期的 去接受司法院安排 請各大醫院的名醫 各科的那個醫師來幫法官上課 當然法官其實一年上過這 一兩個禮拜的醫療專業課程 其實還是不準的 但這是一般辦醫療案件法官 他基本的他應該要具備的素養 有了這些基本的素養之後 他才有辦法去判斷 譬如說鑑定報告回來的答案 或者說當事人提出來有關醫療 要申請鑑定的問題 他才有辦法去過濾 一般如果必要的時候 當然這個是行動訴訟法規定 當然本來就是可以請鑑定單位的鑑定人 到法院來接受教護介護 但是因為鑑定機關的醫生都很忙碌 那一般如果說除非是能夠具體指出 說要結問的問題的疑點在哪裡 才有實意 不然的話一般我們如果鑑定報告出來 就是看鑑定報告的意見 那法官如果能判斷判決能夠做決定 他大概就認為沒有必要 就沒有再傳訊 即使是醫省會的鑑定報告 現在也越來越多學者主張說 你應該派一個人出來 那接受法院的結問才行 那醫省可是醫省會就覺得說 如果你每一件都要派人來 那沒有人願意來鑑定 因為他會覺得說 我還要跑一趟法院 那第二個又要被人家知道說 是誰鑑定的 那以後在這個圈子 這台灣才這麼點大 那比如說一個專科學會 才多少人而已 那一下大家就知道說 原來是你寫這種報告對我不利 那所以反而他們會認為說 你會產生一種寒蟬的效應 他反而更不敢講實話 一線型的警示訴訟 他是可以用機關的名義出來 他不要告訴你鑑定人是誰 那這也是語訊 那為什麼我們這個制度 雖然很多人都說要改要改 為什麼改不了 也就是說 我們這醫療的圈子太小了 你真的要人去名的話 就會導致說沒有人願意寫這個鑑定報告 然後也沒有人願意講實話 那只好就是說兩害取其心 就認為說還是用機關的名義出來